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人家就问他 你子女都到外面去打工了 一直不回来看你 你怎么办啊 他说 想起来吗 就哭一顿 想不起来就算了 我印象很深 这个话多少年我就没忘记 想起来吧 就哭个一顿 想不起来就算了 怎么办 这是人家的原话 但是这种语言我认为就是好的汉语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不要有一种误气 认为只要是年轻人说的话 就是新的语言 不对 只要是时髦的语言 就是新的 不一定 就是有生命力的 不一定 有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闪过了很多好的语言 好的故事 我们疏忽了 大家去看萌芽 再去看一部重要的作品 艰难实实 狄根斯的Hard Times 他写的也是一个煤矿的故事 就是盯着一个煤矿写 一个银行家 怎么样子培养他的子女 怎么样子经营这个矿 煤矿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 仅仅用统计数字来表明一个国家的富足 归根到底是大祸临头的征兆 应该呢 要培养性情 陶冶行操 而不要仅仅用统计数字 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富足 他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 整个工业革命时期 出了很多这样的作品 马克思对狄根斯 还有伯朗特三姐妹的评价是说 他们的作用超过了当时 所有政论家和政治家 加在一起的总和 就他们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 超过了这些政治家 政论家的总和 所以我就很遗憾 像王嘉领这么惊心动魄的一个事情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我们全民族都为之震撼 最后呢 剩下来的是一些 如果仅仅只留下一些新闻 而这个新闻随着时过境迁 又被人忘却了 很可惜 我多么希望有人 或者说有人有这样的意识 把王嘉领和类似王嘉领这样的故事 变成文学作品 文学和新闻最大的区别就是 新闻占据空间 文学占据时间 而时间与空间相比 时间是胜利着 空间再大 明天没有了呀 时间再小 再微弱 它远远流长 举个例子来讲 你央视播了一条新闻 多么的强大 全世界都看见了 而我一个老农民在这里刻了一块石碑 总共就有七八个人看见 可是这块石碑一千年以后 还有八百个人在看它 你央视的一个新闻 可能八个小时以后就被忘记了 理解吗 我的意思是说 文学有文学的长处 大家不要忽略了 好 我再讲到一个 也是我最近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讲这些题外话的时候 大家不要以为是题外话 恰恰是我们的 这个课的核心部分 我自己体会 就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什么问题 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思考 也跟同学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也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上次讲到一个课题 就是传统与个人才能 我们今天在借着这个话题呢 在讲就是个人的命运啊 和文学的命运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写作 我认真跟大家讲我的切身体会 我现在写作 随着我自身的内心越来越强大 我越来越觉得 我比以前明显的提高 明显的进步 就跟我同学聚会 大家一起喝酒开玩笑 讲自己这些年的人生体会 他们各有各的成功 我就跟我的老朋友大学同学 我就说了一个 我自己的切身体会 我说 我毕业以后 我毕业有二十多年了 我是1987年大学毕业 我说我1987年毕业以后 以后的每一个四年 我都保持自己 像大学四年那样的进步的幅度 也就是说 对我来讲 大学毕业以后 如果把在国际关系学院上的 法语系上的这四年 作为一个尺度的话 我以后的每个四年 都取得这么大的进步 甚至更大的进步 我做到这一点了 我希望你们将来参考这个经验 很多人大学四年以后 学习停止了 就觉得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或者我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够了 我以后就参加工作了 学习就结束了 以后 我觉得成功的大学 就是说学到了一个学习方法 养成了一种学习习惯 以后你们每个四年都是大学四年 这就行了 这大学四年 你们尽管去该做了什么 做什么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别把自己搞得太苦 这样子以后 你们每个四年都变成了 大学四年的话 你几年以后大不一样了 天壤之别 所以 我接着讲 这个文学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 那么随着我自己 自认为文学水平不断地提高 我在现实当中的处境 就越来越怎么样 艰难 越来越艰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道 无非就两个审所 束缚人 第一个是经济 第二个是政治 或者说思想 什么意思呢 所有出版社说 你这个书要赔钱的 我们现在什么什么书好挣钱 你得那么写 我们才出 就是在经济上压迫你 二一个思想上 你稍微要探讨一点严肃的问题 这个领导也不通过 那个领导也不通过 有些很荒唐的 不是说 你说我们要散布什么反社会主义言论的 你不通过 我这么爱祖国爱人民的东西 他老不通过 他把那些反动的东西都通过 其实领导有问题 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你们就知道荒唐到什么程度 中国青年出版社 原来有个副总编 他把屈原的诗歌也删掉 硬是不通过 你们去看白地城 中国青年社出版的 屈原写的菊颂 后皇家树菊来福西 寿命不迁深南国西 我引到我的白地城道 寿命不迁深南国西 删掉 坚决删掉 我加上去他又删掉 什么叫寿命不迁啊 移民现在要搬迁 你这个是存心的让大家不要搬 我说你真理解我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屈原讲的 我有什么办法删掉 最后还是删掉 所以后来我灵机一动 删了好啊 将来让后世的人看看 后皇家树 急来福西 点点点 没有了 就是点点点 出版的时候就不让出啊 就点点点 当我们都是傻瓜 不知道屈原下半句说的什么呀 我专门写一个移民的书 恰恰把寿命不迁删掉了 那谁的责任啊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这个时代啊 最近发生的事情啊 这前几年发生 你们不相信吧 屈原的事也通不过 杜甫的事也通不过 杜甫有一句诗 每一百斗望金华 叫听元时下三声泪 听元 时下 三声泪 通不过 太悲惨了 这个移民搬迁 应该高高兴兴的 听元时下 三声泪 删掉了 这句话就 每一百斗望金华 点点点 没有了 你们相信吗 这就是精神上的摧残 精神上的摧残 我的前提是什么 不是讲口号的 真正爱祖国 爱人民的人 不是成天 把祖国人民 放在嘴边的 都是放到行动当中去 真正的 深入到这个土地当中 和这片土地上的人 一起承受苦难 一起 经受着这种 戚风苦雨 这种漂泊流浪 这样子通不过 结果怎么样呢 要你去 怎么样子 我还不知道 怎么样写能赚钱吗 我自己也犯过错误 我写过一本 就标榜自己 小聪明的书 标榜自己 可以挣钱的书 跟我一个朋友打赌 我说你们那些畅教书 闭着眼睛写 他说不信你写一个 我写了一个 我写了一个 在美国当枪手 我前些年 写了书 买房子 出名 北京地铁卖的都是 我从来都 我不鼓足勇气 我都不敢提这件事 是我做的 丢人的一件事 丢自己的人的一件事 我写过一本书 叫在美国当枪手 就是挣钱书 走得不停 非常容易写 非常容易写 但是我知道悬崖累马 不能这么写 我知道 但是我那个书 也没有太差 就是怎么说 我不是说别的 我是说我还是反映了一些 美国的 在美国的一些中国文人 的一些青春经历 包括我的经历 帮人家当枪手 就是堕落 文人在美国 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但总的来讲 那本书是不严肃的 是怎么说 是跌份 我很后悔做这件事 而且我的朋友们 做买卖的那些人 你们都想不到 我写这些严肃的书 我写白地城 我写烟村 他们都说 好啊好啊 这个 他们自己不做这个事 可是我刚写一本当枪手 所有的朋友都说 你怎么可以写这样的书 你不可以写 我说你们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他说对 你不可以写 所有的朋友都指责我 当枪手 我们给他扔到一边去 你的那些书 我们都放到枕头下面 放到最好的地方 留给我们的孩子 哎呦 我也挺感动的 原来中国的老百姓 原来普通的人 是这种心理 他一边买了你的书 看完了他还要骂你 是这种心理 所以我在这里 谈论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谈论的 也是一个文学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 个人的命运啊 和文学的命运啊 我认为 分开来来看 可能会 释然 心里面释然 我有 以前我也会想不通 这世道这么黑暗呢 我越写好的文学作品 恨不得 饭都没得吃 这些年我的生活 全部都是负的 你们不相信 我也不怕 说出来 就是我的生活 就是如果我凭我的写作 和我在人大的收入的话 我的生活全是负的 也就是我的收入 是不够我日常开销的 我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呢 我有这个命 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就会想 冤不冤 我刚刚翻译一本 小王子出版社打电话来 哎 你买五百本吧 这样子我们就给你出 我说我付出这么劳动 一分钱没有给我 还要叫我买五百本 哎呀 王老师嘛 你能做学问 还在乎这个吗 好好好 我买五百本 就是这样 所有的人都觉得 哎 你们这些 搞文学的人 都不在乎钱的嘛 都是这样 所以就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为什么要总是这样 我后来一想 哎呀 不是我 就是如果说 我的作品 是一部好的作品的话 那么如果说 这个时代 不认可一部好的作品 那么 那个创作的人 就要有勇气 跟这个作品 共命运 理解吗 并不是说 我的命不好 而是在这个时代 假如说 在这个时代 一个好的作品 没有一个好的机遇的话 那我就认倒霉 因为不是你命不好 是这个时代好的作品 没人看嘛 那你就 认了 你就很 是啊 我现在就是这样 我自己认为 烟村是一部好作品 不是我写的 是长江写的 是江水 扶着我的手 老人的 这个沧桑的经历 甚至那些 先辈的灵魂 牵着我的手 写的 这样作品 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好 这个作品 既然是好的作品 在这个时代 没有好的命运的话 那你有什么好抱怨 理解吧 但前提是 你对自己提一个要求 你的作品 是不是好作品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之 你是不是对得起 你的良心了 你是不是用心写了一部 你可能做到的最好的 可能写出的最好的作品 如果做到这一点 并且这个好的作品 在这个时代 命不好的话 那你就活该 你认了呗 我很释然 理解吗 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没有做好 那你就要努力 如果你做好了 这个时代好的作品 没有好的命运 那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就在回答同学的问题 就是说 有很多同学说 我想从事文学 但是我又彷徨 我就觉得 这里面我谈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独立两个字 我认为 做文学工作 或者说一个独这个字 有一个前提 你是不是能够独立 精神上独立 物质上也独立 也就是说 你不靠它吃饭 你不靠文学吃饭 不靠文学吃饭 不仅是个经济上 而且是精神上 如果我能够 在精神上 生活上 都能够独立 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判断 独立的精神 独立的思想 独立的生活 不为五斗米折腰 你就可以去做文学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 你还指着文学给你饭吃 你就别做 文学很可能 让你倾家荡产 至少在这个时代 是这样的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你与其写那些畅交书赚钱 靠文化发财 还不如去做买卖 就是 如果说 你能够在精神上 在生活上独立 你就可以干这样 其乐无穷 也很艰苦 这个东西就不好说 可是你要是不独立 哪怕你只有一点点心思 说不定还能发财呢 说不定还能当教授呢 说不定还能出名呢 那你就别干这样 只有 你报定了这个 就是说 叫什么 这只死地而后生 你就有可能写成 这是我忠心的劝告 忠心的劝告 包括我自己 每时每刻都在面临选择 你下一本书怎么写 你下一本书 往前走 还是往后撤 我自己知道前面 前方在哪里 后方在哪里 什么叫往后撤 我写一点银河 这个时下的口味的东西 我马上就火了 书也卖得多 也出名 但是我要接着往我这个思路上写 还是死路一条 但是这个思路是表面的 是短暂的 我相信活路啊 还是在前方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真正的 好的作品 它一定是有生命力的 你没有写的好 它没有强大的生命力 还是你写的不够好 所以我们最后看 那个在香港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香港大概是这几十年来 最强 畅销的书 想不到 不是金庸的 是鲁迅的书 鲁迅的书 第一畅销 那我们如果在大陆 做个统计最畅销的书 恐怕还是《红楼梦》 是吧 肯定不是那些畅销书作家 比得了的 所以最好的作品 从长时间来看 它一定是最有生命力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带着这种信念 去尝试写了一部 叫《烟村》的作品 不管它成败 反正就是 我和它这样的作品 和这样的心愿 共命运 共命运 你要有这样的勇气 而且这其实不需要什么勇气 或者说兴趣 我就觉得这样有意思 就行了 前提是你自己要独立 要独立 精神上的独立 非常的不容易 需要你学习 独立思考 不要受周围的环境所干扰 而生活上的独立 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就是多挣钱 你用别的方式来挣钱 或者你有家财万贯 你的朋友 你的家庭 能够养你一辈子 这何乐而不为呢 你不要有什么负罪感 你就去做你的事就好了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降低生活标准 朴素一点 你就不要过奢侈的日子 最好是双管齐下 你又有条件 你生活再不高 这样子就无所谓了 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 就是这么办 很简单 有一个伟大的作家 叫纪伯伦 黎巴嫩的一个作家 大家有兴趣 可以找来看看 他写过一个散文集 叫《先知》 散文师 《先知》 他里面有一句话 学生问老师说 老师给我们讲讲宗教吧 老师回答说 我刚才讲的哪一句话 不是宗教呢 所以我借用这句话 说我刚才讲的哪一句话 不是圣经呢 哪一句话都是宗教 哪一句话都是文学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圣经 我正好在最近的报纸上 看到一篇文章 一篇小文章 解决了我当时读圣经 最早的困惑 也是最大的困惑 什么文章呢 我跟大家简单地说一下 就是科学家 最近不是气候异常吗 人们发现气候变化 导致古埃及十大灾难 他就讲圣经记录的十大灾难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 确有其事 是全球变暖和火山烹发引起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圣经当中 我开始读旧约 我顺着读下来的时候 我就产生了抵触情绪 我最初的抵触情绪产生在哪里呢 就是耶和华给埃及的人降下了无数的灾难 火灾 虫灾 薄灾 黑暗之灾 让河水变成雪 让法老的头生儿子死掉 我说这个耶和华 太过分了吧 人家埃及人不是人啊 你怎么能把这么多灾难降到一个民族头上呢 假如我要是埃及人 那我肯定不读圣经了 埃及人现在也不读圣经 因为什么 上来就说给我们的 如果有一本不管是什么经书 说给我们中国人降了这么多 给我们哪怕是先辈降了这么多灾难 我们肯定不相信他 是吧 就是这样的 感谢观看